好的 謝謝塔西 謝謝 緊接著呢 讓大家看到的就是我們最厲害的戰神 滿血戰神 布魯特斯 布魯特斯呢 只要他的常見一揮出 前面的敵人呢 絕對會馬上被他來揭秘 也可以說是呢 非常厲害的滿血戰神 也是我們遊戲當中 非常強勁的角色第一 好 謝謝布魯特斯 那接著來跟大家說的是 就是我們的灰燼魔女米瑞兒 有沒有發現我們的米瑞兒相當的性感呢 而且她的身材非常的好 所以敵人看到她都會忍不住被她的美貌所迷惑喔 好 但是呢 當你被她迷惑的同時 她就會失出我們的魔法招式 那讓我們的敵人呢 瞬間被她想念 這也是她的強大絕境之意 好 謝謝米瑞兒 謝謝 好 接下來呢 現場的朋友們 大家準備受死囉 因為呢 我們的蒼白處形者 希爾維娜要登場了 然後有沒有發現希爾維娜呢 雖然看起來非常的交響 是呢 她的這個動作跟速度 是一等一的喔 而且呢 當她拿出她的這個兩絲長刀的同時呢 妳就會發現妳的眼睛在瞬間 光影之間 馬上就被殲滅了 好 各位朋友們 謝謝希爾維娜 緊接著呢 登場的是我的耀光祭司貝琳琳達 那祭司呢 同時也是神聖的代表 當她拿出那個法器的同時呢 聖光就會降臨 那惡靈會隨機消滅 那麼呢 這是我的貝琳達 可以發揮她神聖的角色 帶給大家接受聖光的洗禮 好 謝謝 畢琳達 謝謝 那最後要來登場的就是我們的 玉星獵手 萊卡 好 當萊卡登場的時候 妳就發現她的武器是什麼了 沒有錯 就是她非常厲害的弓箭 那她也是相當厲害的弓箭手喔 百發百中 那任何的敵人都逃不過她的法眼 而且呢 可以被她非常快速的劍術所指導 好 謝謝 萊卡 謝謝 好 以上六位呢 就是呢 在我們這個劍獵手陣當中 非常華麗的角色 來跟大家見面 好 所以接下來的時間 有沒有我們現場的玩家 想要上台跟他們挑戰的呢 因為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挑戰PK賽啊 等一下呢 我會選出現場熱情的朋友 來上台跟他們PK 怎麼PK呢 當妳上台之後 妳可以選擇一位立下挑戰的角色 然後跟她剪高時候 不搭參與權 只要妳參贏她 就可以在我手上這袋 價值一千元的禮物喔 裡面的價值有一千塊喔 非常豐富的大獎都在裡面 好 所以呢 上台的朋友呢 好 謝謝